抽盤真實中學 我想問他如果不用like大家聽到 用力用力 大家好 早上 我是真實中學的 我是林芳 負責召論科技 今天有個題目 禁熱實就 我要分享 想分享一下 在這麼多年裏 我們幾次 都看過 資助多業方面 發展一些可以分享的地方 我們學校 從26年開始 透過教育發展技能 提供了給我的資助 開始做資助科技的計劃 2007年的 我們開始有些200版的飲油 最初的時候 就用了三個 三個眼 然後就有相關的軟件 給同事在這一年裏 開始去熟悉一下 怎樣去用面接白板 其實在200版之前 我相信大家都會 如果有經驗 都會看到 多數的人 可能會拿到PowerPoint 用貨的電腦 然後就開始去講 它的貨 其實跟一般的傳統路程 不同的分別 都是學生坐在樓上 坐在樓上 師債在樓上 跟大家去聽 可能八個字 全部發生的東西 就是這個好色 一直進行 我們去選擇電腦版 其實都有效力的一些情況 電腦版有很多種 我們選擇一種 可以用手指做到的事 而相關的 它也有一個 好像PowerPoint的軟件 但是它的功能 它的PowerPoint 有一些地方是比較便宜的 經過了兩年 都是試的階段 沒有增長度 都是用那三個去試 試到09年了 我們都覺得 已經有成效 一會兒會見到這個 就開始去想 其實我們是真的可以 把電腦版 放在課堂裡面 然後會產生一些互動 學生和先生的 學生和學生的互動 為了做這件事 其實要做一些事情 我們所有 就自己 在學校裡面 為先生 去做一些 應用這些電腦版做的教案 比賽 同時也鼓勵其他的同事 可以在學校裡面做到比賽 其實也可以參加外面相關的比賽 所以 對於2011年 改了這件事 之後 其實也看回 原來這個 評估是 可以的 開始 陸續 就為 復少和學生 去配置電腦版 當然 這件事 每2111年 就馬上做得遠 因為大家都知道 會有很多 每年的資助 一度陸續續地做 做到今時今日 其實我們現在可以說 電腦版 基本上是一個 學科室的一個 當媒體教學裡面 其中一個 必須的切備 在外國學來講 那 現在 其實看到 現在的現況 基本上是這樣的 我們有 電腦版 短頭 的一些錢 給了一段片 那這段片 應該發生在這個 玩的 年期之前 那我們去看一下 一些活動 這個 A 很細小 好 他在說正負數 我們 看到有 有同學 我肯去 拿出來 用手指來做 有同學 正十點一 十點六 十點六 我們一格是五一 正是 零點一 我們一格 一格是代表一 是嗎 一到 那這個大約是 發生在 二零一條 一條間的 一個 我們下場 可以 用一個 一個課堂的活動 我們看到 平日台有學生的活動 當然 那個內容 應該是一些書的 一些課件 但是我們也看到 我們可以 在課堂裏面 老師 用一些 課件 然後請同學去 自己去做一些課件 和 發課 剛才她說 負多少 負三十二 是嗎 對 負三十二 剛才 我的經常有線原來的你 你的經常都可以 他有線原來的 聽說說你就可以去前面 那有線原來的 我可以去前面 就去前面 我來講 我可以去前面 這位同理 我來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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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在中心分證後 上去看一看的畫面 上去看哪個畫面 有哪個畫面 你看 16 度 是吧 16 度 好 麻煩你 我們這個就看這個 我們來看一看一看書的面貼 先去看一看 希望大家可以用相反 我們看到 我們看到剛才在課堂裡的那個活動女院 我們看到有同學出來 他們自己在這裡做舞蹦 老師他在課堂 他只是去幫忙去看學生 你應該怎樣做 其實這種方法 我們現在只要用人在小學裡面 其實都 我們現在可以用電子物版進行 在課堂裡面的一個活動 超過80% 這個是我們其中一樣 到今天叫做 在老師學的一個 體資料科技方面的一個實例 我們將會用入教堂 另外一樣 夜晚這一段 這是我們在中學裡做的事情 我們也是透過教訓的 因為一些閱讀項目 我們買了一個電板電腦40個 這四個電板電腦 其實除了我們純粹做一些電子閱讀之外 其實當年 無論是搞誰或其他 他們都會推進一些 中文或英文的閱讀計劃 那 如果我們只是跟學生說 不如你回家自己讀 那 其實多個成效會是怎樣 相信都可以猜到的 那 因為這個項目是沒有強制性的 你自己回去讀 你自己回去做 那可能先生會抽樣 或者 或者會最終總結你一個分 那 但是 就是因為要提供閱讀數 所以我們就會有中文和英文的閱讀 這個項目產生 那但是怎樣可以再做得好些呢 所以我們就想到 其實可以透過先生 在某些時候 如果他可以利用到平板 那就是他去出於豪宿館 固定有電路的地方去做 那然後就去進行一些 電子的閱讀 那 除了這個項目之外 那我們就算是這樣 想 將 一些 電子學習 用平板的方法 放在課室裏面 因為始終 我想對學生來說 他不會太過 一開始的時候就很適應 咦 我用平板 我平時用來做什麼呢 今天我們就用來學習 那 這是他熟習的過程 那 另一方面 在學習評估方面 我們在2013年 那 就 上兩年 是 上 今年 今年201314學年的時候 我們開始引入一個平板改變方案 那 首階段 我們就會把它安排到中學小學的一些主管 和一些科組長去參與測試 那 其實這是一個什麼的內容呢 那 其實就是 它是一個管理系統 那 再加上一個可以在平板上去改編的一部分 那 我們會將一些卷 經過一個掃描的過程 其中一面是PDF的檔案 然後 通過一個平台 將這些卷上傳到所有的平台上 再由這個平台 將這些卷放上去平板 那 其實你看到這裡 那些卷在平板上 其實就是 是可以很機動的 基本上可以這樣說 你可以在任何時候 任何地方 你都可以改編 那 你改編的時候 那份卷是在你的平板上面 所以 你不需要有 一定有網絡 去支援你 然後才能用到 所以就是 可以在 何時何時 你都可以做的 那 然後 那 有什麼好處呢 那其實我們都 都 有一些 左右掀描 其實都有一些 事情是會有興趣的 那 你改編完答卷之後 你也有時間 希望會知道 那些同學 你有次測驗的成績 或者那個水平 大概到哪裡 或者有些 有些什麼部分 是需要去改進 那 這裡是一個好處 就是 當你去改編卷 或者改編卷的時候 然後 其實 你在裡面 你已經看到 有一些 資料 是告訴你 究竟 這一份卷 那個 作答 那個狀況 當然 你要在電話裡面 看到的 只是一個很個別的資料 那 其實 這裡 留了一個 就是 就是 我們在 我們在 將一些卷擺 擺放之後 其實你每一條 都要抹分 說回你的機器之後 你每一個項目 或者每一個知識點 你需要每一個分配 所以 會做一些抹分的動作 還有 這個系統 其實是可以做到 你可以對著 把答案子一起去改編 那我們 改編卷之後 我們是會看到一些 訊息 例如 好像 這一份卷 那 你會看到 原來 我們 整班 組織分分 是30分 19分 不過 最高分 那一部分 我不止一個人 89分 但是 最低分 那個群組裡面的人 是30分 不合格的人 有13個人 然後 下面還有一個統計的表 有一些分的推薦 他會說 大概 有多少人 在哪個區間裡面 同時 也可以看到 每一個學生 他拿到多少分 那麼 這個 我們說 是初步 其實 當 我們 改編卷 第一時間 你將卷還沒交給學生 你在這裡 基本上 你是知道 整體狀況 也會知道 每一個人的狀況 其實在這個時候 相信應該都要籌謀一下 雖然今次的目標是 集零點 那 都相信有一部分知識 是需要 有些補充 以前我不知道 在這裡 大家在改編的時候 學問改編立卷之後 還要通過很多處理之後 然後才分析到一個結果 然後就著這個結果 然後幫助其他同學 去將一些未達到合格的知識點 去補充回來 但是 這個時間是要多久 會不會是 改編立卷之後 這件事 相信以前應該是做不到的 如果我們是通過一些系統 其實是 可以幫助到我們 在第一時間 改編份卷 明天你可以去做個計劃 我怎樣可以在 可能在下一次7月之前 或者在下一次少生之前 你已經可以去補充一些 他們缺失了的地方 最後一份卷 數據 通過在平板上 會上傳回到平台上 在平台上 我們再去看的時候 就會有更加深入的知識 例如 我們會看到 一班同學 現在的分數狀況 剛才我說八十九分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 我只知道是一個群組 而不就八十九分 不過如果看到 有些人 十三分 有可能 超過 這個人 當然 我們會通過 這個 也是一個 下面 也可以看到 每一條題目 每一個知識點 他們成功的 就是他們作答的時候的狀況 例如 這一條題目 告訴你 總分 是四十八分 究竟 平均是多少 平均有三十一點多分 應該是一個 合格的分數 我們可以通過 這些資料的顯示 然後 可以很快就知道 究竟哪些 哪些知識點 我們是需要去再進一套 去審入一些去解釋 或者針對一些 未能夠達到合格的知識點 去做多一些工夫 這個 再放大一點 去看每一個內容 每個知識點 分數 分度 是怎樣 另外 我們可以看到 一幅圖 圖 這幅圖 會導致 我們去看 其實看 其實 弱和弱的分度 是怎樣 也有些統計 在執 說 究竟哪些 是 會差一點的 我們就需要做多一些事情 當中 在裡面 也都可以看到 究竟如果是差 差成怎樣 其實有些數據 可以解釋到 最後 當你要 再深入一些去看的時候 我們可以去到每一個人裡 看 看每一個人的特分是多少 以及 它將它 它的 回答成怎樣 我們分析 是怎樣分析的 都可以完全分析 其實 背後還有一件事 就是 這個系統 你做完之後 其實 張卷是可以透過電子化方式 可以給同學 而背後還有 你可以開一些 輪卡 去找一些 有關 有缺失的地方 可以把這些問題 放上去 讓他們去討論 也都沒有一定說 完全是 先生 第一時間 就馬上去說 你有什麼地方都可以 我又重新說一次 給他聽話 其實可能那個效果 都會這麼好 這個就是我們做了一年的一個內容 其實內容 我們繼續 都會 繼續去 深入一些去做 因為 其實整個東西 不是 完全只有這麼小的部分 最終 應該還有一個部分 可能是可以把一些題目 或者是題目裡面的題目 抽出來 然後通過剛才那個系統 做完之後 每一個題目 究竟那個特分的百分比 或者那個題目的效度等等 我們可以透過那個系統 去做一些數據 然後 在下一次再用的時候 我們可以讓人減 即是 假如 當你有這個題目的時候 其實你可以 在設定的時候 你可以定一些目標 我需要 有多少%的知識 是 他們一定會成功的 或者 有哪些題目 雖然可能 他們的特分是較低 但是我都需要 我都想他們繼續去 做多一些這些題目 所以 完全可以根據平台的 一些分析的數據 去設定你的題目 這個將會是我們接下來 第二步將會要做的事 其實你會見到這些 平台 很少說 可能一年之內 你就會完全做完 因為 有適應的時間 那麼 今年 其實 隨著我留校單段曠校 整個有次院 就可以管它 有一個新的學校環境 為了 我們其實都需要 現在 以學生為主的 以學生學習為中心 以學生為主的學校倒式 其實都想用科技去 保持學生有學習的興趣 那其實 這個是從小 要培養 學生應該先用資料科技 我們學校開始配置了一些大的可以續控的電視 其實這種電視有什麼特別的一個電視呢 其實我們要看剛開始的時候 我們是用續控的白板 奧運學校的特色是一條奧運學校 大部分都是 其實如果我們突然間在中途 把資訊科技插給學生 其實我相信可能有很多學生 他會不太適應 或者我們要重新去教一些中途進來的人 但如果我們是從他小的時候 我們已經開始讓他有機會去接觸科技 接觸這些設備 其實他一樣是去 當然可能我們那個大的電視 他會做到很多事情 在一部分時間就會是這些附助式的教學 當他真的升上小學的時候 正如剛才我們所說 他應該是多部分的同學 他應該是去試驗到這一種不同的模式 也是一種互動的模式 近期 說近期大約是這三個月左右 我們就在香港一個教學的研討會裡面 我們接觸了一種新的概念 叫做反轉教授的概念 現在我們就嘗試透過香港一個 蛇谷機構提供的一個平台 我們在學院 其實什麼叫做反轉教授呢 其實都是強調 強調以學生為主導的一個學習 我們都說了剛才的說 其實我們以前可能一上課就好像現在這樣 大家坐在一起這樣說 可能分組都沒有 現在的教學 可能都已經開始有分組去做一些小組的研習 然後有一個報告去確實 但是現在 是不是已經 這個完全解決了我們在教學方面的問題 我相信是不止的 應該不是 但是 這個會有什麼安排呢 其實我們現在給了我們學會 就是說 他將一部分的教學內容 他們將會超前進去 將它放在課堂以外 讓學生自己去自學 然後 當他回來課堂的時候 他就開始去做小組活動 其實 我們會看到有什麼事情發生了呢 我們看到的發生了就是 那個老師 他不再需要用了在課堂裡 在課堂裡面一個可能20分鐘或者30分鐘 去講一個內容 可能講完之後 不知道那些課堂是不是已經完全掌握了 而且他只有機會講一次而已 因為已經差不多到時候了 但是如果我們可以把這個課堂裡面的一些內容 或者是一些主要的 將他搬去課外的時間 而讓學生自己去學習 當然 怎樣讓學生自己去學習 當然 其實看過 在這個圖片上 也會有很多懷疑 會不會真的去學 會不會真的去學 會不會他回去 他只是上網 去看一些東西 沒有看到你上去看的東西 其實平常是綁得到手 當他們是真的看到 知道所有學生學的狀況 有多少人是沒有看過 預先安排的內容 或者 看了多少次預先安排的內容 其實都是知道的 然後回來的時候 在課堂裡面 當你去進行運動的時候 其實那個先生相信都心中有數 就知道哪些同學 昨晚是來做功課 也都會知道有哪些同學 他的能力是去到哪裏 當我們在課堂裡面 是知道有不同能力的學生存在的時候 而我們又可以有機會 給他們不同能力的題目去做的時候 其實就是這個 反軟教室可以做到的事情 他們告訴我們 其實原來拔尖保底 這件事是可以同時 在一個課堂裡面發生的 當然 真是這麼厲害 我們又聽過一家學校 有很多人在香港鎮 他們有很多人分享 他們做了三年的內容 其實他們正在用一些叫普通話 和一個實驗中 這種模式教學的班 做比較的 其實數據顯示 原來真的可以 這件事其實正在寄附我們 我們現在面對課堂裡面的學生 要做拔尖保底 其實都有困難的時候 最大的困難是哪裏 時間是一定不夠的 但是如果我們可以透過這些概念 透過這個平台的幫助 我們其實是可以做得到的 這個也是剛剛開始進行的一個階段 其實是希望未來的時候 我們可以自己管身多些同工 都會學得到 了解得到這種模式 然後可以用到這種方法 其實最終我相信是 無論是能力差的學生 或者能力好的學生 都是一個受惠的人 最後我們看到 其實今天的教育 資訊科技融入教育裡的主角 其實不是資訊科技 全部都是人來的 是教那個人 學那個人 二所世紀的教學 是甚麼 強調我們是用學生為中心 已經不是在這裏 那個人話開始 我們學會是甚麼 我們是幫學生 他們運好知識 以及按他們的需要 在不同的層次裏面 避回一些學習方案 這些同學 我剛才剛才說 在這些新的模式裏面 其實最終是做的 幫到學生 可以超前學習 當然要透過一些平台 然後在課堂上協助 有互動 平板和校內的平台 絕對幫到手 還有課後 其實還有原生的一些活動 也可以透過一些學習平台 幫到手 最主要 我相信大家都是期望 在未來 透過這些學習模式 避回學生 學會 如何去學習 還有 有一樣 聚著 我相信很多老師都希望 會不會忍耐